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大年初五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玉林市的寒山水库 以及博子山度假区这边 这两个区域是连在一起的 今天这边超级热闹 所以我们过来这边郊游 包包同学你这个牛肺多少钱一串 一块 一块好吃吗 还行 我刚刚闻到那个味道还蛮正宗的 对比正 比那个工业品的便宜一点 真的啊 来给我一串 我要牛肺 这个 这牛肺嘛 嗯 还行 味道还可以 还可以 现在是下午的1点40分左右 这边呢是佛子山度假区的停车场 看这边都是停车位 很多的车来车往 还有周围都是卖零食啊 小吃各种各样的 好吃的 还有很多玩具 像这边都是小朋友 都是家人带着小朋友出来郊游 那边那个方向就是寒山水库 我们等一下往那边去转 现在呢先去佛子山度假区里面去走一走 这边都是好吃的冰淇淋6块钱一个 前面还有鸡排啊大狼烧饼还有前面的好多好吃的 还有这边10块钱30串的铁板烧 然后烧烧饼烧烤好多吃的咬了天 四个头 走了吧 等一下再过来招 然后这边呢是钻鱼小丸子 还有前面还有很多玩具 像这个风筝啊 刚才问了一下 大概小的风筝20块钱左右 哇这个风筝好大呀 挺好看的 蝴蝶 这个风筝吗 这样几个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一个 嗯 猫啥 对了 眼睛鼓励我们家变峻峻的 看弟弟背着我的包 我们刚才一直从那边一直走上来 爬坡爬坡爬到这了 怎么要去这边看一下 妈爷好累啊 好久不爬坡 爬山了 真的有点累 哇可惜了 这里是博子山 度假区 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 这里有点像度假区的感觉 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片草坪 然后其他的什么 度假区的痕迹 就没有那么明显 一直走上来这边 就看到了是烧山的痕迹 去到那里吗 好 走 我们上上面 那个山顶看一下 看这边都是被烧过的痕迹 这些树呢都是松树 不像现在很多地方 广西很多地方都是种安树 以前都是种松树的话 就感觉水土啊 这方面都会好很多 买 哇塞 哇这个事业真棒 你看这里都能看到越林重区了 对吧 沿着这一条山间小道 我们已经爬上了山顶 像这边都可以看得到周围的环境了 那边就是寒山水库的方向 有个水坝在那边 那边那条路已经封住了 我们之前来过的时候说是封了 刚才过来的时候没有去 就不知道有没有封 下面的水库都已经干了 水 这边是没有水了 可能要在这个山后面才有水 哇 这个松树 哎呀 黄黄的被烧了 感觉爬到山顶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啊 我们准备要在这上面待会儿 等一下再下去 现在我们已经下到山下了 这边真的好多小朋友啊 全都是小朋友 看这边坐着下太阳露营的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玩耍的啊 嗯 超级多 走啊 这边 看这边这套圈好多人围着呀 超级飞扬 超级飞扬 人家就娱乐 一般他也不让你命中率太高 太高他还得给你这个奖品 看这边是射击游戏啊 十块钱 走了 小时候我经过这种游乐区我还是挪不动道的 我就特别喜欢去看 然后特别想玩 可是每样东西都要花钱嘛 小时候就没有玩这种东西了 好像 小时候去游乐园玩过最多的就是 旋转木马 两块钱 这个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游乐项目是旋转木马 所以就玩了 那个东西就玩的比较多 像什么比较刺激的 那种飞车啊 就没有做过 哇好多人 弟弟现在要买个牛杂 等一下拿回去给姐姐吃 这人卖冰淇淋真的好火啊 好多人排队 好了终于把冰淇淋拿到手了 六块钱一个 我买了三个 请姐姐还有弟弟一人吃一个 感觉很好吃 很香 不怎么甜 那口感还行 甜 奶味呢 奶味很足 奶味很足啊 那就行 哇这边好生意啊 生意真好 寿司烧饼等等等等 都是吃的 烤鱼鸭肠 牛肉羊肉鸡肉 现在我要赶紧回去了 味道等一下就化掉了 真好吃 真好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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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